大家好,我是坦哥 这里是中缅边界云南内里 这个是八国门这边 眼前这些排队的缅甸边民 他们就是在中国上班 今天在这里排队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因为他们每隔七天就要回去一时带张 然后就可以在我们这边上班了 因为在他们那边工资不怎么理想 工作也不难 也不好找 在我们这边可能就是说工资比他们高很多 你看他们的穿着打扮 有的会讲中文 工资就稍微高一点 不会讲中文的工资低一点 一般在服装点烧烤点美食 从奶茶店里面上班 这都是缅甸附近的这些店里 这边的人很多 因为每天从早上到八点钟就开始排队 看这些小姑娘 因为在我们这边拿到两千多三千那就爽歪歪了 因为他们那边国防方方面面的原因 就带着他们的那个红色的小红书小红本 我们反正是缅甸附近因为在我们这边 就是说要长期活法的工作 必须要有活法的证件才能长期在这里 就基本上这个小红书就取这个作用 今天来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现在过来我们这边上班的人也非常的多了 因为现在已经现在已经开发口感已经开发 这个从早上到晚上就是这样不停的排队 有的甚至还带着小小马扎都在这里 因为能太多了没有办法 太阳也晒 他们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必须走的一个流程 内地的游客也来了很多 在这个地方来旅行来观光 看到这边有的那小岸的 很多了 他们有的是中文讲得非常的OK 非常的好 这边呢 脸上抹着老面粉 记得心里 有的回去就不来了 有的回去 早上排队下午就可以过来很快就来了 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刀两立的风景 这些全部都是缅甸人 这些全部都是缅甸人讲的缅语 也有一部分人会讲中文 但是我们就只会讲中文 不会讲缅文 这长长的一条排得好远了 前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口 现在的 现在的人越来越多了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开放了 这边的餐厅 翡翠珠宝城 还有美食城 那些 路行街等等 缅甸人是非常向往来我们这边的 因为在我们这边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这一条就是小姑娘了 这从早上到八点钟就是开始开门 开门以后 然后就一直排队 现在太阳有一点 现在刚刚开始 排到下午 就是这样 这边是过去的 等一下我们拍拍那边过来的 这边回去就是盖一下 盖一下签筑 延长一下时间 然后那边就会把我们 然后那边就会把口头上去带过来了 带过来以后就是在我们这边 就做点小边冒生雨 这边就是我们内地的游客 来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打卡 然后去看一看中缅边界 不用出国门 就能体验到一个风景 前面就是缅甸 排队的人非常多 比这边的人还要多 因为他们向往的地方就是来到我们这边 如果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那就爽歪歪 找不到工作吗 就是做一点小边冒生雨 也可以 所以带一点土特厂过来也是相当的OK 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内地的朋友内地的粉丝 如果大家有机会 可以过来看一看 过来走一走 这是非常的乐乐 一过风情 在我们内地是看不到的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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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